字幕提供 回到来了 呈商了法国的同乡 介绍法国的产品 是的,我一点认识都没有 但是你是法国人 这个就是法国所做的 Sito-en Sito-en 正确的发音 Sito-en Sito-en 不是,R是有吐痰的 Sito-en Sito-en 真的要你才能读到 练一下就可以了 没错,虽然这是法国车 但其实是波兰的Kobe 出版的 但是这个款式是他 差不多是第一款,一个大型比例 就是精密一点的继续 因为我们看到这么小的一架 这架是1比12 其实我们可以放1比12的 黄米超人在旁边也还可以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是可以随时拿到一些 我先讲正题 这个其实是一架 二次大战战前的法国车 是 当二战 德国占领了法国之后 其实停产了 但是其实是民间 很多这些车 差不多做了几十万架 应该Bergeot和Citoyen 都发过这么多年了 应该到现在也是 最主要的两间车厂 是的 而我觉得Citoyen 是特别的 香港人应该认识的 因为它的中文名很漂亮 是的 叫做雪铁郎 是的 香港也有些人有玩 或者驾驶这些车 但是好像很少 这一架 其实在二战开始后 就停产了 但是当时来说 这架车很特别 因为它是采用一些 叫做安全的 即是crash 即是撞车的时候 有些保障 但是什么保障 我就不知道 另外就是四个独立 应该是保障的人 保障的人 不是保障公司 就是四个独立的悬挂系统 即是那个年代 193多年 还有就是 首先 是前驱的 因为那个名字 哦 是的 前驱 因为Trackson Track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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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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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怕有人用英文的假扮法文 然后读英文音 没的话 又不是假扮的 我只懂英文 英文也很好 好 这一架车 除了这架有历史之外 它本身 就做得很精神 我们来看看历史的车 有车架 车架 车架也要砌 很有趣 是啊 好 虽然我对这个雪铁龙 没有什么认识 但我对Lego车 都有很多认识 为什么呢 因为我经常看 我经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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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系列的车 那些伯拉尼 以心为心 真的 很坦白 它比Lego车架更漂亮 是的 我说 因为Lego车架特别是近期 有一两架 尖斯邦那架 它虽然是大架 但它的弧度是不漂亮 是 它这架的比例 弧度 它是用了所有很基本的件 但是它真的出得很漂亮 是啊 可能 可能这样说 因为它是黑色 所以这些位置 虽然有很大的阻子 但是你不觉得很外颜 如果用浅色的颜色 就是你的车身 这些位置可能会失真一点 是会外颜一点 就是这两条阻子 因为现在没有那么感觉 但因为它是黑车 所以我看着实物 我都不觉得很肉酸 但是这些位置就很漂亮 这些圆位 这里 车尾这个位 这些弧度 刚刚好 我认识 但是我还没有砌过这架 但是我知道Lego本身 它们除了漂亮不漂亮之外 它们都会有很多其他的限制 它们会要求实正 或者尺寸 我想其他品牌 未必有它们那么多优优 顾虑 所以 纯粹以车型来说 我觉得这架很漂亮 是 猜不到这个 这个不是广告 我看看车 不是广告 广告 是广告 是广告 其实我转过弯 我就是想说 它可能未必有Lego 例如实正 或者其他东西 但是纯粹说 像真度 就是砌出来的像真度 我觉得它这架是很漂亮的 实正 我也可以补充 不用怕 实正 有些车的 我认为我玩过不少的Cobi 其实真的挺实正的 现在我们看看产品的特点 车底的死气喉的走位 它也跟着足够的 嗯 那便能做到 不用说 前面这个 就是转转一夕平行 当然它没有独立 是可以的 当然它没有独立 完整系统 那个车子 那没有的 没有的 Lego有时有的 有时会有的 这个就是我的避震 那我看看 这是四门车 那个年代就是很少这样的 一块开了四门 搭的士不能付钱,这些就更方便了 一次我折车逗牌下车 你可以看到车的后座内拢 其实真的可以安装到1比12个公仔 前座就不行,因为前座就在那里封了 顶着脚,但其实也挺开心 另外,它还有很多地方开的 这个机器部分,准备了 这个我觉得值得跟大家分享 就是它跟真车的法式面包这样开的 哇,那一格是否能接到 这个是否能接到 这个是这样的 因为我知道真车能不能接到 但在里面有些机器,细节的 像喉管那样 看这边,这边不一样 它不会随便帮你做些东西 在这边一样 我把灯灯弄掉了,意外地 喂 哦,我知道了 嗯,我交给你了 对,一挤回来 尽量就 我知道你怎么做 好了,这边 好了,车头的机器可以打开之后 车尾箱也是可以打开的 嗯 好,先看车尾箱 我先看车尾箱 这个Walker 我帮你弄个车楼灯 车楼灯 交给他 好,这个 没错 第一个打开 好 看到车尾箱 里面好像皮座 是的 没错 已经出卖了 可以再打开 哇 可以摺起 是的 我想跟真车的做法差不多 除了大小比例之外 它细细的做足 这个车尾箱 是有一个椅子 是的 那么有趣 可以拍这个小图 可以拍这个小图 就是它可能是比别人坐多个人 这个 这个 可能是擠东西 不知道 是的 因为它通常是 它映像是皮 那样 没有颜色 是的 是的 好了 讲回这个车 总共有多少块 通常玩开 我朋友都知道 哇 有2120块 所以要设计 所以要设计 都要设计 都要设计 很高 但是要设计 要设计 要设计 几个小时 才能设计 因为它设计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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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架位的件 你设计 要设计 对 斜位 职目 都是这样的 如果没有一些 特製件 要靠弧度 反而这个做法 更难做 设计 和製作 更难做 因为它变成弧度 就变成了 所以它们 有时都会维持 弧形的东西 有不同线路 维持 用Lego的方式 去表达 即是有这样的位置 出现 好 差不多了 没错了 这部车值得和大家推荐 因为其实 多少钱 1200元左右 OK 现在上年买 有没有折 现在好像 可能有 有折 价钱来说 其实也不算便宜 整家不算便宜 但相对 这么大 数量的 这个牌子 差不多便宜了一半 对 好 出汽车不同 因为这部车是拿正拉伸 留意 抹沙拉替 跑车 超跑 应该是有一只 就快要出街 好 继续介绍到这里 谢谢 WALKER 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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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ck 电话的ISO 我刚刚移动了 因为我刚刚移动了 你可以教一下 可以教一下 大学童 这个比较难 其实是这个 是里面的 算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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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